大家好 前面我们学习了通过拷贝的形式来达到继承的目的 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先把继承分为两块 一个是对象形式的 一个是类形式的 所谓对象形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出过的那个 纯粹的一个对象 而不通过那个构造函数的方式 来弄那个继承 分成两块的目的就是为了简化 这是这个说明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实现了完全的拷贝了继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学习那一个 通过指对象 另结跟副对象 进行关系来达到一个继承的目的 那我们怎么实现它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写一个代码 我们继承的话你肯定是 一般是新有副对象了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这个副对象已经有了 等于一个 一边写你们一边思考一下 比如cg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那个继承的话呢 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方式 弄一个函数来完成 比方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mycreate 这个函数 写完 写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思考一下这个函数 参数是什么 返回值是什么 明显如果我们这个函数要返回一个对象 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有一个return的一个东西出来 是不是 这个什么东西我们暂时请不管 放在放着 还有这个地方要不要个参数呢 这个地方很明显也需要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是要把这个副对象 作为这个里面返回那个指对象的一个 关系是不是要尽力起来 所以要把这个东西传过去 好了这个Buds的结构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在这里 不用说依照我们刚才来分析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对象 返回之处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把这个印识加上去 这个表示一个实力是不是 对象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 关于对象的创进的话呢 我们 前面的知识的话都知道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对象致命量的形式 还有一个就是六一个函数的形式 来创建对象 那我们现在思考第1个点 就是什么呢 这个印识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对象致命量的方式 来弄来返回它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目的达到了一半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 经历关系 是不是 经历关系的话 我们就怎么经历关系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Prot 这个东西 直接就等于P就可以了 那么关系就进去了 这个方法就实现了 说到这里的话 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是不是 那个两个下话性 Prot type 只是一个 研究用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标准 并不浏览器 兼容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用 那么你接下来会这样思考 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操作这个 是不是我们又应该 想想能不能操作它指向的东西呢 既然你这里有个等号 是不是 如果它指向的是一个某个东西 比方指向它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 找到它这个 上面之后呢 直接把它等于那个P 是不是一样的可以达到目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下 如果用对象 致命量形式创进了一个 对象的话 它的Prot type指向是谁 是不是指向的就是 object的这个 构造器的一个 燃形 对象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依照我们的分析的话呢 我们就形成这样的代码 就是什么呢 object的 大写的啊 不是小写的 object的 in prototype 就等于P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但是你冷静的想一想 这样行不行 首先第一点 这个东西这个属性 依入我们学习的知识 我们都知道有些属性呢 是不能复制的 它的writable 是forced的 是不是 这是起义 能不能这样复制 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 如果能复制 你这样改了之后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你想想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所有的对象都是指向的是 指向是这个地方来的 然后这个东西它指向这个空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把它改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变成它里面自带的那些toolstream方法 等等这些 常用的方法呢 全部都没了 这样影响就 太大了 是不是 这样就不好 是不是 所以就不行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写代码测试一下 把它保存一下 测试的话呢 我们就不认识它了 直接在这里印证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很明显这个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是不是 我们就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改的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通过get Owen 还记得这个东西吧 Owen那个object 它的那个 Prototype 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发现它的right不能是force的 同时它的configure不能也是一个force 也就是说既不可以配置 也不可以修改它 所以说基本上这种方法 是不是经过一个推理的话是不行的 不行的话 我们就只能回到第二种方式 就是什么呢 ins等于new一个方形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定一个函数 名字是无所谓的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就ins等于new一个f 就把它创业出来 好这样就做完了这一步呢之后呢 那么就完成了一半 剩下一半呢就是经理关系 经理关系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做 还是我们也 思考的套路 ins的proto 你改变它 这样不行 我们就找到ins它的proto的指向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这种方式创业对象的话 因此它的那个proto的东西指向的就是 函数f它本身的 不是太不属性 也就是这个proto 太普 所以我们把这个改为p呢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这样方式行不行 比方说fr的一个c对象 一个子对象等于mycreate 然后把那个o丢过去 把这个电话写了个什么 我们这里是个p是不是 搞习惯了 然后把它改成那个p 回车然后我们看一下内幕有没有了 内幕的确是寄成过来 说明这个就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的 关注这个的话呢 其实浏览器自带的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比方说object的 create 它本身就有啊 但是这个方法要说明一下啊 它是ecma script的标准物 才有的老的东西呢 没有 而且特别是那个奇葩浏览器 IE啊 早期的版本根本就没有啊 直到9之后才支持 这是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啊 这是我们勾进这个mycreate的一个 所谓取这个名字的一个目的啊 那么看到这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画一个图来理解清楚它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比方按照这个图的话呢 首先这个ins是不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是个空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这个东西啊 我用了两个下话性加个p呢 就代表着那个 下话性proto的那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它指向是谁呢 指向的是另外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是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 f 这个f函数 它有一个 prototype 这个我用一个 是用一个字母p啊 指向这个东西 就是proto的属性的这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那个f 点proto的值呢 复制了一下 也就是说 它呢 就等价于什么呢 等价于 一个对象 致命量p 那么这个对象 我们也把它画出来 对象致命量p 里面呢 有那个name等于cj 是不是这样的 两个是相等的啊 然后这个name 这个对象里面 本身是不是 它也有一个 这样的prototype 然后这个东西的指向是谁呢 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 指向的就是 这样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类 这个什么类呢 而不接下来这个类 它有一个 软型p 指向了它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本身的那个p呢 就指向是一个空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 这样的结构 所以整个的 东西呢 就是这样指向 这样指向 这个东西呢 就称之为是一个 软型令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弄了之后呢 硬实呢 它会有 按照我们前面学习 他在找那个name的时候 这里找不到 是不是 找到这样来 其实就是找这个 然后找到这里来就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就把它输出 如果你别让调用 这个它的tool string 这里找不到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然后就跑到这样来 而这个里面就会有tool string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继承链条 这一个关系啊 一个图形 这是这一个软型令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也要注意一下啊 这是一个可能 比较舒服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 看这个我们就换一个图啊 这个图的话稍微 复杂一点 我们搞一个简单的东西 怎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我们就先写单代码 我们比方说我们就写一个 新添加一个funk型大写的f 回车 然后非阿的ff 等于6一个ff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 它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我们仍然用那个图来画 首先是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小写的f是不是 小写的f ff此时它是个空对象 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会有这样一个 p 它指向的是谁呢 指向的是另外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呢 就是这个 ff函数 它的这个软型属性的对象 是指向它 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构 好这个结构就相当来简单一些 关键是我们现在加上构造器这个属性了之后呢 情况有点 特殊了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理解 稍微流程就会 影响理解的啊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ff这个本身的话呢 它是不是有一个construct 这个属性在里面 而这个属性指向的是谁 是不是指向的就是这个ff函数 东西 指向它 然后你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循环 指向它 然后ff的protype的指向它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东西呢 也指向它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代码来印证一下 比方说 ff这个对象的protype 是不是很等于什么 很等于f很明显是ff的protype这个就不用说了是不是 但是它还可以看一下哪里写错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 是 这样 这个是很等于的是不是 关键是这样 它也可以这样 proto 东西 也是很等于我们从ff 小写的ff 过来 就是什么呢 它的构造器是不是指向的是这个 然后 然后我们再访问它的proto type 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很等于的 是不是这样一种结构 但是关键是我们看现在看这个对象啊 就是函数这个对象 构造器函数它的它的软型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proto 我们都知道它指向的是一个什么对象 指向这个对象它的那个构造 器就是大写的object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想想它的construct construct的话呢 指向的是这一个ff本身 这样的话你跟刚才对比一下 我们刚才从这个对象本身出发的话呢 迎着构造器走着的这一来 然后迎着它的软型 再走的话呢 就就可以走回来 但是这个地方情况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proto 它指向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印证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啊 按照前面的说法 我们就是 ff. 点上我们把它改成这个ff.prototype 此时这个玩意儿 等加入什么了 是不是等加入这个对象 就是代表这个软穿 软穿的话 既然这个对象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这整个这么多代码的当成这个小写的f 都是对象嘛 是不是 它的那个prototype 这样写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很不很等这个地方ff 因为ff你就等这一部分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ff.prototype 然后 接下来的话呢 它用这个对象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地方 意思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啊 这个东西它指向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什么呢 对象的软形 因为对象有这个 下话性的软形 软形指向的是构造器的软形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按照这个路径组的话 是不是这个东西 指向的是构造器的软形 是这样一句话 但是这个地方呢 就不能这样说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的软形 指向的是谁 指向是这个 能不能说是指向的是它的 构造器的软形 不能这样 是不是 就是它有一个坑的地方啊 再次说明一下啊 这个东西呢 可以说明是什么 因为它指向它嘛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走 它是指向的这个 对象的软形 是指向的是构造器的 软形 属性 然后这个东西就不能这样说 因为这个地方说如果是说构造器 构造器的软形的话 它指向自己本身 这个地方 是一个 一个坑来着的啊 这个地方说一下 假设啊 假设如果这里真的走了通的话 首先是一个死循环不说 还有一个会导致一个 什么现象呢 导致一个理念的变化 就是什么呢 Js里面一切都是函数 而不是这样 一切都是对象了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因为我们也可以引 可以把那个地方 玩一玩啊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 ff.prototype 这个本身 得到一个prote 东西呢 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一个什么呢 改成一个空 你就会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啊 发现一个什么呢 就是ff这个对象 它的toolstream呢 没了 就是这样 就是中弹那个 软性链条 就是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好 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 今天讲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呢 特别是这些图 一定要自己把它画出来 理解清楚啊 好 这就是关于软性链 以及通过引用的方式 继承的一种方法 谢谢大家